我们四周圆 来 首天公 首天公 你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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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映近70年的谢妍 凭着电影杀出过黄昏 以85岁高龄 囊括香港电影金像奖等颁奖典礼的 最佳男主角 成为四料影帝 令四个兴奋又激动 不过当晚见他精神状况 就似乎一样的 全程要由林家栋从旁照顾 相比起颁奖典礼当晚 日前四哥现身电影庆功时 就精神得多 和黄柏高一起切蛋糕 捕捉生日后 四哥还和家栋开了个很大的玩笑 其实我买奖 你别胡说了 你别胡说了 绝对没有 没有刻望 没有刻望 没有 因为以前四哥就说不自在 有没有想过得奖 我没有想过 不过 以前也流行拿奖 我隔了很久才再拿 但现在就不是了 可能现在又可以看电影了 你觉得有点不服气 没有理由 我没有 没错 应该现在就 我们一起努力 帮他 如何让他拿到这个帐 演出 我也害怕的了 害怕什么 有什么害怕 年纪大 没事 你放心 四哥在这里 四哥在这里 四哥虽然年事已高 但他就永不言忧 希望继续拍戏 电影监制家栋 也开到口期待再合作 我一做了这一行 我一直做到 刮老讯的了 别这么说 别说这些了 真的做这些了 我知道 我又年纪到大陆 是 我明白 我一直跟着你 你要 是我跟着你 你别胡说了 没错 你就跟着我 好 我相信如果有剧本合适的话 这个组合也不会走得来 也继续 因为我觉得这个组合 近年少有 你有三代的演员在 不要加价 不要加价 刘雅塞今年击败众多强敌 获风三鸟影后 这天他在庆功宴上 就再次跟合作班底道谢 非常地感谢导演 因为如果没有他 就没有支持没有我 然后加东哥 感谢他的实力 对 证明了他的实力 什么什么 打得非常有实力 然后真的 就是因为跟加东哥拍戏 让我感受到 演戏是不需要很多设计的 下次都让我磨一下姜 滚一下地 我想追求 你这次已经撞到他的头 其实那次我真的很害怕 因为他终于学会了 什么叫导演名字是咳嗲 继续做 因为讲他挣扎的时候 和我有少少肢体捧撞 那谁知道一下子 他就整个头都撞到地上 但是导演没有咳嗲 对吧 对吧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